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正在不断壮大,截止去年年底,美国付费电视行业的订阅用户唯一01亿,下滑了0.9%,而此前更有国外媒体报道称,美国有线电视公司Table Vision Systems首席执行官詹姆斯·多兰,James Dolan预计,未来有线电视运营商将可能停止提供电视服务,转而提供宽带服务,电视节目的播放最终也将转向互联网, 与这一趋势对应的是,互联网巨头与有线电视运营商正在展开一场电视广告争夺战,打空渠道,突破屏幕的限制是打破电视行业垄断的最佳方式,谁能够凭借硬件实现这一点,占据渠道,谁就有可能建立起一套生态系统,成为电视广告争夺战的最大受益者。 谷歌一直在尝试,在2010年召开的谷歌IO大会上,谷歌发布了首款Google TV,其意图就是融合电视与网络内容,该产品允许用户访问包括Netflix,YouTube和Flipper在内的互联网服务,用户可以一边上网一边看电视,还可以将Android手机当作Google TV的遥控器, 两次尝试遭遇滑铁炉,谷歌没有气馁,最近谷歌在新品发布会上推出的Chromecast电视棒实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,相对于Google TV和Nexus Q,这款产品具备了多项突破,能够将Chrome浏览器中打开的网页投影到电视中浏览,体积更小,操作简便,价格便宜,这款产品上架后热销,亚马逊甚至卖半货, 而来自分析师的声音,也显示他们非常看好这款设备,市场研究公司Technology Business Research分析师以斯拉·埃尔·格斯尔称,我认为,谷歌Chromecast开始威胁到苹果电视,它能够让用户在一个非常高分辨率的屏幕上看视频,并且Chromecast的价格也非常合理, 目前该产品支持Google Play Movieist,Netflix,YouTube,Google Play Music音频等内容,其他的视频网站如Hulu也正在尝试与谷歌合作,意图将Hulu Plus应用引入Chromecast, Hulu还将专门针对这款设备进行内容优化,以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,谷歌Chromecast并不支持本地内容,而且其本身作为投射设备不支持应用开发等功能, 不过目前谷歌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功能,而是迅速打开市场,占领通向电视的渠道,而Chromecast确实正在帮助谷歌实现这一点。